南投县草屯镇这边有民众直击 这宗教团体在生态池来也放泥丘 就放生一室结束之后又回头打捞 根本就是破坏生态环境 宗教团体放生动物却反而变成杀生 就有民众在增稳水库直击 刚被放生的鱼群很快就翻白肚浮上水面 明显死亡 在场保育人士气得杠上放生的民众 警方也到场处理 将这些违规放生的民众取缔开罚 同样的在南投草屯一个生态池也有民众直击 出家法师带领许多民众在生态池旁合掌送金 一名穿白衣的男子帮忙把泥丘放生在池中 没想到放生仪式一结束 等到民众离开后 这名白衣男子就去打捞这些刚刚才被放生的泥丘 过程全被民众拍照po网 网友痛批 这简直是一种新的放生链 严重违反当地生态 民众的善心疑似被利用 被放生的动物反而没了生命 南投县政府也表示 放生动物未经申请可处10万元以下罚还 记者苏友亚 杨清源 南投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